全媒体大开讲 有话一起讲 大家好 我是韦平 美国国会参议院12月16日 以75票赞成18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批准美国总统拜登 提名的前资深外交官 哈佛大学教授 米古拉斯·伯恩斯出任驻华大使 时隔近5个月 美国驻中国大使人选最终确认 一个多月前 拜登提名的数十位大使中 只有少数获得了参议院的确认 因此再去上台 近一年后 美国在一些国家的大使职位 仍然空缺 而新任美国驻华大使 从提名到通过 耗时近4个月 自去年10月起 更是空置近14个月 现在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 正在面临很大的挑战 这位新任驻华大使 究竟能否对两国关系正常发展 起到积极的作用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国际关系学者王轩老师 来做话题分享 王老师您好 欢迎您 你好 韦婷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在节目的开始之前 我们先邀请北京新媒体的燕翔 为我们一起梳理一下 新任美国驻华大使 尼古拉斯·伯恩斯 这位一直活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鹰派政客 他的任职经历 燕翔交给你了 好了 没错 那根据新华社消息 美国参议院稍早前是以75票赞成 18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批准了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 前资深外交官 哈佛大学教授 尼古拉斯·伯恩斯 出任驻华大使 这意味着时隔5个月之后 美国驻中国大使的人选 终于尘埃落定了 今年7月28号 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迪美旅行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伯恩斯掌握英语 法语 希腊语 阿拉伯语等多门语言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外交官 从资历来看 伯恩斯是苏联问题专家 当年美苏谈判 所有的重要会议他都在场 同时他也是一位中东事务的专家 那么另外在伯恩斯提名之后 他的对华态度 外交理念都备受关注 10月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名听证会上 他曾经对中国事务进行过系统性发言 有观点认为说 伯恩斯不是鹰派 也不是鸽派 伯恩斯曾经提出不要去夸大中国的威胁 也不要低估中国的能力 他认为中美既要竞争又要合作 这和拜登政府的政策是一致的 总的来说 伯恩斯主张以接触加遏制的方式 来取得对华优势 那美国在中美竞争里怎么取得优势 那他的理念 那么就是要自信 他曾经提出美国一定要保持自信 才能够应对中国的挑战 相关情况保持关注 更多讨论 先交还给阎博士 好的 感谢影响的打理 其实据资料显示 伯恩斯其实是一个对华强硬派的 那其实历任的驻华大使 王兄老师我们知道 其实态度都是不一样 或者风格不同 那他们不同的风格 在这个中美两国的交流上 或者说带来的影响 是不是也会不同 您能不能为我们梳理一下 梳理一下 其实这个大使 按照维远大外交的传统 他其实全名应该叫特命全权大使 他说白了就是一国的国家元首的 海外的一个分身 那么实际上 他是要贯彻这个国家元首的一个外交思路 对这个对象国的一些政策的这个倾向 当然他偶尔会有一些个人色彩 每个人风格不一样 像这个洛家辉 他就是比较喜欢 彰显自己所谓的清明的这个面貌 那么像洪波培 他完全兴趣是在地缘上 他对南海的这个这一轮 过去十年的这个风波 其实就是他任内这个挑起的 那像这个布兰斯塔德 他当然因为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友好 个人关系比较友好 但是他由于是特朗普时期的分身 他可以施展的空间也不大 虽然他个人对中国可能观感 不一定那么的抵触 但是他没有办法 因为是总统的分身 对 他是你的职业要求 你必须这样做 所以说伯恩斯就他来说 因为很多的媒体说 他其实是一个叫做职业的外交官 这一点你有哪些了解 其实我们要注意 就是说现在美国有两个伯恩斯 就是不要占官礼贷 他的简历 因为他08年这个作为副国务卿离任的时候 有一个另外一个伯恩斯也接任 他姓是一样都是伯恩斯 但是那个是威廉伯恩斯 是现在CIA的局长 那个人的很多履历 我们现在在网上可能有的是会串了 就是大家可能会串了 但是整体来讲 确实他们就是现在这个尼古拉斯伯恩斯 确实是一个从学界背景也好 或者是从他的这个 他也在智库待过 然后在这个就是外交领域 他的履历吧 比较完整 他是一个 他今年大概也是60多岁了 60多岁 但是他的整个外交的这个资质 可以说是横跟了整个从冷战 一直到现在这么长的一个时期 他对中国的很多观念 他当然难免会这个 又于原先冷战的那个时期 当然他对中国的观察 我个人感觉是不够深入的 因为他原先的兴趣和专业关注点 不在这一块 我们看到他履历里面 和中国的联系比较少 交集很少 所以说他能发挥的空间也比较小 所以具体来说 我们还要持续的观察 其实在12月16号有很多的新闻 其中一个媒体就爆出 一个消息是9万吨级的远征移动基地舰 米格尔基斯号 在距离中国东部近海 摆不到500海里的冲绳水域 是遇到了浮蚀并且瘫痪了 所以说这个时间段 然后来公布驻华大使 会不会两个新闻连在一起 有什么样的寓意 你认为 这个现在美国喜欢 这个极限施压的这一套吧 其实我觉得 它已经是弄得比较 弄得比较 就是说已经成了一个惯例了 我跟你这个一个 有好的姿态的苗头 这个同步我就要再给你一个 就是一个给你添堵添恶心的一个动作 再拿棒子挥一下 跟在后面 一个枣一个棒子 就是他的这个已经现在是惯例 这拜登的其实外交方面很老辣的一个人 不要看他 大家可能对他有些评价比较负面 但实际上他学习能力也很强 特朗普时期这一招对有的事项上 至少站在美国立场 他们认为有效 这招好用 他就学了 所以现在就是 那像这个具体到这个移动基地舰 实际上他的作战性能是非常弱 他的自我防卫性能也非常 就是个海上的巨型的靶子 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受火力打击的话 很容易就沉没 他不如航母 也不如两栖攻击舰 但是美国呢 有他现在敢于把这个放到西太平洋 说明说他的 对中国目前来讲 他在军事方面 有一些比较狂妄的这个误判 但我觉得呢 这个被撞了应该是一个 被扶持撞了应该是一个巧合 但是只能说是天注定 他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果报 所以我们知道 伯恩斯这次的上任呢 其实也是阻碍重重的 包括两党之间的内斗 那么相关的消息 我们先去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继续来聊 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中美关系从特朗普时代 到现在的拜登时代 摩擦和矛盾不断 那么中国的普通民众 对于新任的驻华大使 以及中美关系 有着怎样的看法 我们走进北京街头 听听大家怎么说 国家也好 国家也好 对世界也好 对百姓也好 都是个利好消息 国际社会老是充当这国际警察 就好像他是大哥 谁不符合他心意了 他就要打击谁 咱们国家现在越来越强盛了 美国现在在世界上 受到多国的谴责 他但是不得人心 他也害怕中国强大 中国将强大了 对他们自己很大的威胁 他现在有点对立 有点恶化 就说这个冬奥会 他们不参加 现在做的在国际形势上 就是对立面很强吧 我们现在呢 在外交这个层面呢 我们还是很强势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有这个信心 我认为现在不是像以前 就是我们和他的这个实力吧 差距有那么大 希望新大使上任以后 对这个中国的政策 能够好好运行吧 我也不对他们对 抱太大的期望 他改变不了 谁来也是那么回事 他还是贯彻他们那边的事情 人家呢 也就是象征性地派一个代表来 他怎么着怎么着 我们也不指望他一个大使 能改变什么一切 我们还是就是稳稳地做好自己 有什么期待 国与国之间的就是别老老啥 他弄这事了 希望他能看到世界发展的前景 前景是要靠大家要团结起来 共同发展 才能有一个美好的前景 我们看到大家的视角 还是比较犀利的 其实伯恩斯8月20号获得提名 截止12月16日通过 耗时是近四个月 所以王宣老师 这四个月究竟发生了什么 两党之间做了什么样的妥协 才任命他呢 过去四个月应该来讲 两党围绕这个 在国会层面围绕这个 基建法案 围绕这个救济法案 以及最新的这个就是美国每年的规定动作 债务上限的这个提升 这个做了很多的搏斗 那么在12月15号 他是刚刚刚好是他在这个债务上限截止的最后日期 那么之前他们达成妥协 那因为我们看到选票是75票 75票的话说明说 这里面这个参议院里面 有至少一半的共和党这个议员 这次是就是同意了 就妥协了 那么这样他才能达成这个协议 但是这意味着要有交换 那么交换的条件之一 可能就是要把这个驻美 驻华的大使赶紧敲定下来 因为拜登的很多外交政策 需要以重跟中国的关系 敲定了驻华大使 才能推动他其他的一些外交事项的推进 所以这对他也蛮重要的 王学老师 我还关注到了一个最近的新闻 是12月16日同一天 美国财政部把大疆等八家中国的科技公司 是列入了中国军工的综合体公司黑名单 而且就是禁止美国的投资者 持有这些公司的股份 并且美国商务部 还把中国的军事医学科学院 及其下属的11家研究机构 也列入了禁止出口的名单 理由就是说 他协助中国政府监控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 说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会造成威胁 您说中美元首视频会晤还没多久 美国就拿起大棒子对我们中国了 我觉得这个新任的驻华大使确实不好当 您怎么看 是 他确实不好当 因为首先来这儿得隔离14天 他估计从来也没有 因为在美国这方面比较松懈 加上这个目前的一些状况 让他对他来讲都是很棘手的 他需要重新梳理 但希望他这个期间能够看清楚一些问题 有一个思考的时间 有个思考的时间 首先中国不存在军工复合体 军工复合体完全是美国视角下的话语 那么美国是有军工复合体 而且军工复合体在美国利益集团里面 应该可以排在首位 所以他往往用这样的一个自己的 以己夺人的视角来看问题 我们的民营企业有军民融合 有民参军 但是不代表这些 有他所谓的什么威胁美国安全 或者是参与到他那些自己狂妄的 虚构的那些议题当中去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个事情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 说是喀布尔陷落 是被视为美国霸权衰落的一个转折点了 那现在中美的元首视频会晤 过去没多久 其实中俄的元首 是美俄的元首 是进行了一个加密的视频会晤 您怎么看待 现在的这个中美俄的三角关系 中美俄大三角关系 其实说白了 没有什么可聊的 就是说基本上是固化的 大三角现在没有太多的变化 但是当中肯定有很多 大家阶段性的这个节点 当前节点要去交易的事项 那么阿富汗这个事情 确实对美国的外交威望 它的整个战略的一个能力 大家产生了很多质疑 它现在需要跟中国一个是 磋商好一些交易 另外跟俄罗斯可能有更多的 这个更直接 烈度更高的一些交易 需要去撮合 比如像乌克兰的问题 俄罗斯的问题 包括他跟北溪二号等等这些 可能都是单下 甚至还有就是在部署 这个中程导弹 核武器这些问题 这些都是他需要 跟俄罗斯现在就必须说好的 这个一个事项 那我觉得现在 中美俄这个当前这个阶段 可能是处于一个相对 比较沉闷的一个阶段 并没有太多亮点和新的 所以相对来说 三角关系也处于比较稳定了 但是美国国内 好像其实不是如此 2022年马上 美国的中期选举又要来了 每到选举区 我们就知道 其实对华就会有一个 强硬的收紧措施 那你也说到了 说驻华大使 他毕竟是美国总统的分身 他一定会为了 美国国内的需要 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对华 会不会也是采取一个 强硬的态度 您认为 这个可能还是要看 他届时的一些 这个具体的情况了 因为我们实际上 现在怎么说呢 这个处理 我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 处理这个中美关系 目前应该也要有这种 类似疫情 动态清零的这个思维 就是说我们出现问题了 我们也不要怕 我们就精准地去 去处理这个问题 不必说是 整个结构性地 去看待这个事情 或者是过多地去触及其他的领域 那么有这样动态清零的思维的话 其实也就是且战且走 走着瞧看着办 那么明年 其实也有一些机遇了 比如说 是不是后疫情时代 那么真的来临了 像世卫组织今天也讲了 2022年必须结束疫情 那如果明年形势不错 全球进入这个复苏期 或者是疗伤期 可能也没空干那么多事情 就是说互相之间 可能也是随行就是吧 这些事情 所以呢说 尽管伯恩斯的角色很重要 但是呢 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大转折的时刻 所以一个权威有效迅速直接的沟通渠道 才可以在危机爆发的时候 起到迅速沟通和达成缓解的一个作用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王轩老师精彩的解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